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所谓有钱能使鬼推磨 无论是什么时候 金钱都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因此不少人的一生都在努力工作赚钱 在封史学说中 发家制服不及要靠个人努力 还是要懂得相应的摧财方法 那么除了上述一种外 我们怎么做才能够提升自己的财运呢 一 门旁白石 常言道 山主人盯水主菜 大门方位可以说是掌握财运的命脉 所以利用好大门的功能 可以为家中摧财 那么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门旁白石 有水的地方就能起到发挥财气的作用 除了水之外 所有水种植物及插花不宜干花都有摧财的作用 只要放在大门口附近便能生效 因此如果我们想要获得旺盛的财运 就需要在门旁白石 二 巧不邪阵 玄关处放邪柜是常见的风式摧财方法 因为无论是主人还是客人 在此处更换鞋子都会十分方便 而且邪与邪同音 有和谐 好和之意 并且邪必是成双成对 这是很有意义的 家庭最需要和谐好和 因此入门见邪很吉利 还有这样的讲究 而且很见效 鸡鞋头一向上而不一向下 邪柜内的层家大多倾斜 在摆放鞋子入内时 鞋头必须向上 这有步步高升的意味 而鞋头向下时 整个家庭的财运都会受到很大的损害 三 吉利字画 在家里挂上画作的时候 必须要避免孤雾之物 家具的吉利字画 对提振家具起色 营造富贵气息 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想要红光闪烁 可通过悬挂吉利的字画 包括如象征富贵荣华的牡丹画画 象征年年有余的莲画及金利图等作品来凸写 挂画在封石上还有不少讲究 如有山石画挂在厅堂上 药官其实是向屋内流 不可向外流 传画要是船头向屋内 切记向处屋外 向出者损财钉 向入者招财进宝 在家中的岸墙上悬挂奎画图 则取其向洋花木以为春之意 如此一来 就能够有效地弥补采光的不足 四 玄关巧不拘屏风挡杀气 门内是一处不可忽视的旺财宝的 门口的玄关处是藏风聚气之地 此处也是用来化解门犯杀气的地方 在此处巧妙不拘 可以化解门外带来的不祥之气 如果门一打开正对窗户 形成风水上的穿堂杀 容易才来才去留不住 而在此处摆放屏风 喷塞 割断 或挂到帘子 都可以有效地挡住不断卖流的钱财 从而起到聚财的作用 五 门上贴福字 照了好运气 才运好是福气的一部分 没钱的人很难说有福 所以在近处的门上张贴福字 一一福到运到 招财纳福 备纳几气 招财运 保平安 化煞气 去福气 有很好的风水作用 六 厨房柜子不空 财富及具有库 厨房在风水中有财库的说法 助长内财运 厨房的冰箱 储藏食品的柜子等 最好保持东西拌满的状态 既招财 又聚财 七 门口要整洁 财神好光顾 人都不喜欢邋遢 更何况神呢 如果在近处的门户处乱七八糟 堆满垃圾的话 就会严重影响家人财运 所以 门口切不要摆放杂物 垃圾 以免影响财运 八 生旺财味 财运忙忙 一般而言 家具中财味的财光相当重要 干净明亮可让财源滚滚而来 再财味摆放皮修 黄水晶球 葫芦等 旺财效果很显著 摆放具有旺盛生命力的的 宽叶绿色植物 诸如万年轻 发财术 黄金格等 可以为财味增天升起 也有旺财的效果 九 财神常供奉 保佑财运通 供奉财神 是最常见的增强财运法 很多店铺 家里 都供奉有财神 希望通过财神的保佑 给自己带来好的财运 民间寄贡的财神很多 各地 各门各派 都有不少不同的说法 最具有普遍性的 供奉最广的当主 文财神财博兴君 福禄寿三星 武财神赵公明 官圣帝君 十 则话语吉祥 财富禄通畅 现在人们很喜欢在家居中 用字画来显示自己的品味 提升家居的品质 从风史的角度而言 字画的寓意很重要 如果这些字画寓意吉祥的话 会对家居风史有锦上添花之效 而那些易景萧条的画作 则很可能对主人的财 引起到不利的影响 十一 吉祥物招财 很多人喜欢在自己的家中 摆放一些旺财的吉祥物品 比如发财猫 发财柱和装钱罐等物品 这些吉祥物品 如果摆放到家中的旺器方位之上 效果也相当不错 十二 新型摧彩物的运用 在传统摧彩方法的基础上 现在又增加了不少新型的摧彩物品 方法 比如说 风水轮 物化盆景 是这几年比较流行的摧彩用品 以其不断循环的是 用水煮材的寓意促进财引的顺畅 十三 传统的养育摧彩法 用养育的方法摧彩 由来已久 很多家庭 商铺 公司都很常见 这种摧彩法要留意几点 第一 鱼缸形状以长方形 圆形 六角形为仪 第二 鱼的数量 要结合主人命理来选择 第三 鱼的颜色以白色 黑色 金色的鱼比较旺彩 摧彩力量很强 最后 我再来分享一下 为什么这样可以发财 首先风水 本为香帝之术 即临场校查地理的方法 也叫地香 古称堪玉术 相传风水的创始人是九天玄女 比较完善的风水学问起源于战国时代 风水的核心思想是人于大自然的和谐统一 风水的流派从大的方面来说 可以分为两个派别 形式派和理气派 形式派是根据周围的山川地理形式 来论断此地的己胸的 而理气派是根据地理上的 得运通过计算周围的星盘挂起来论断己胸的 其实如果想找到一个好风水 或者做出一个好风水 形式和理气都是要结合的 两者缺一不可 只有好的形式加上正确的理气 才能得到你想要的结果 形式派的理论要经过大量的突接和事件 才能很好的掌握 我们今天不说这个 我们今天要说的是当一个地方已经确定 风水是是通过什么来改变这个地方的风水的呢 从风水的理论上说 影响一个人的命运的风水 每个人最少要有两个部分 也就是自己家的祖坟 还有现在住的房子 这就是风水上说的阴宅风水和阳宅风水 阴宅风水主管这个家族 能不能出现大富大贵的人 还有人丁是不是兴旺等等的大的事情 而阳宅风水主要是可以在原来命中占有的福分上有个加减 当然如果出现过凶的因素 也是可以影响生死的 风水是在到达一个地方 开始看风水的时候一定是离不了要丈量一下角度 通常是使用一个罗盘来度量的 这个相信你一定见过 但是你知道它在量什么吗 告诉你 如果它不是在装枪做事 那就一定是在量来龙的位置 说白了就是以站的地方为远心 看看来龙在罗盘中的多少度上 这个度数有了就可以通过计算得出这个地方是合理什么项 周围的沙水是非符合等等一系列的结论 如果是看阳宅 一般都是找到屋子的中间点 用楼盘梁出门口的位置和坐项的度数 然后通过计算得出那个方向应该放什么东西 才能达到催彩催观的目的 这多半都是用的理气派的运算 所用的理论根本是从阴阳上的出来的 我们都知道 一年四个季节中冬天太冷 夏天太热 只有春秋最舒服 从阴阳的角度来说 冬天阴太盛 夏天阳太盛 阴盛生寒 阳盛生热 孤阴不长 多阳不生 所以冬夏都不好受 风水的原理就是从这些阴阳变化中得来的 风水是通过人媒的改变阴阳的位置和属性 在特定的位置放上特定的阴阳属性的东西 就可以使阳不再顾 使阴不再毒 达到阴阳和谐的程度 这样就可以营造出一个良性气场 人出在这样一个良性气场中 命运就会有好的转变了 当然需要调整才愈和需要调整官运的方位是不同的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